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恭喜今天前来参加拜师的世界各国的弟子们 感恩前来祝园的大法师们 也衷心感谢为本次盛会心情付出的佛友们 义工们 感恩大家 卢君洪台长二十年来慈悲付出 以白化佛法妙法度众 令全世界七百万人离苦得乐 卢君洪台长也因此广获国际认可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史殊荣 并成为意大利七百七十年历史名校西耶纳大学荣誉课作教授 将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传遍世界 多日以来我们有缘相聚在马来西亚 聆听佛法共悟甘露法语 洗炼菩提心佛合一 感恩观世音菩萨佛光普照 感恩师父卢君洪台长广度有缘 今日拜师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弟子 师父为我们播撒菩提种子 为我们在天上栽下一朵莲花 今天正是我们学佛弘法的新启程 让我们珍惜短暂的相聚 将佛法智慧之光发扬光大 救度更多观世音菩萨的弟子 圣法传离苦得乐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为我们慈悲开示 感恩观世音菩萨 让我们关闭上 让我们关闭上 让我们关系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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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莫关心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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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光普照三千大千世界 慈悲光芒进入千家万户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隆天护法诸位菩萨 有缘加持 让我们槟城这几天 法喜充满 莲花朵朵开放 感恩世界的佛友们 法师们和义工们的护法助援 人间修心烦恼多 而今迈步从头过 愿天下有缘众生 精进修行 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共登彼岸 莲花实际上 象征着人的心 慈悲是人心所造 常行善得善缘 常慈悲得佛缘 人心就像降落伞一样 只有把心打开 你才能有用 就像降落伞 只有把伞打开 才能保护好你自己啊 人世间的自闭症 忧郁症 恐惧症 已经严重影响的 我们人们的正常生活 马来西亚 有光明日报报导 有一名患有忧郁症的华人妇女 在前不久 一周前 割脉 自杀不成 二十四号 趁家人熟睡 在家中 再次割脉 割喉 结果死亡 住在 和清园 弥兰路上 同样的事情 在海外的华人 在纽约 一个月内当中 连续发生了 三宗华人自杀案 都是忧郁症 均为男性 所以忧郁症 在全世界 有三点五亿人啊 每年自杀死亡人数 是一百万人啊 想一想 想不通 我们就会痛苦忧郁 担心 就会恐惧 称恨 会使人觉得 世界上 没有一个是好人 而自闭 所以 需要大家 语论之 语路之论和描状 我们有了观世音菩萨的甘露水 我们的心灵得到了解脱 我们看清了这个世界的真相 梦幻的人生 无常的世界 短暂的拥有 永久的失去 一切不可得 我们要知幻积离 不去得才能 无得亦无失啊 今天又有五百名我们的佛友拜师 他们又写了很多看到的菩萨来的 一片比一片精彩 我只能栽露一点点给大家念念 一生中最殊胜的一天 在两年前开始的 他一念经就梦见 师父穿的一身黄段子的衣服 整个房间金光散散 我跪拜在师父面前说 师父请收下我为徒 师父说 你回去好好地修 就这样 经过了两年学博 念经弘法度人 我今天终于拜师成功 他说我在拜师现场 所有的弟子都看见他们在云上 我看见远处飘来许许多多的仙女 菩萨 由远至近 由小至大 排在第一位的仙女 他们都非常的开心 他们在我们每位弟子的头上点了一下 而且仙女菩萨来的时候 都是S型的 过了一会儿 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来到我的面前 很大很大 都是白的 阿弥陀佛的头发 有一个一个的小卷 观世音菩萨最明显的 是眉毛中间的一个红点 他们都非常的开心和庄严 阿弥陀佛对我说 放下忘记要忘记 接着观世音菩萨用两柳枝 在我的脸上扫了三下 都是马来西亚弟子 八生的 叫徐玉美 摩尔本的夏梦 他说 在师父的带领磕头的时候 看见很多不同形象的观世音菩萨法身像过来 排阵两排进来 很清楚的看到 还有南海观音 还有一位全身白色带头沙的观音 磕头的时候 白沙观音在台上 一直在微笑 对台长双手核实 台长边上还有很多护把神 在拜师前 酒店上方的天上 有很多菩萨 还有很多的莲花 有些含苞欲放的很漂亮 菩萨在天上围在一起看我们 天上还有很多龙 记住了 菩萨天天在天上看着我们 他说 我坐飞机来的时候 我看见了唐僧在飞机翅膀上面 也看见了飞机外面有很多的莲花 太多了 只能大概的 他说他念到第六遍经的时候 他闭目 眼前出现了好多佛菩萨在我们的饭店的天上 那种感觉好像在看西游记的攀陶大会一样盛况 一会儿阿弥陀佛大士智菩萨 弥勒佛都陷在我眼前 此时我的眼睛模糊了 因为我哭了 我太感动了 这么多的菩萨来看我们 来关心我们 他太感动了 所以他来不及把眼泪擦掉 师父在为弟子集体加持的时候 当师父双手张开的时候 竟是一朵大莲花 一直大一直大 大到整个会场 我嘴巴都看到张开何不容 心里哇不可思议了 接着在师父的右上方 一尊一尊佛菩萨 踩着一朵一朵的莲花飘下来 布满整个会场 原来好冷的身体 因为冷气太冷了 顿时身体内开始热起来了 这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 我们的同修叫吴敬如 师父告诉你们 只有消除一切的业障 稀及消灭 尽无余 广度众生击不退 乃至虚空世界境 众生极业烦恼静 才能继续回下 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我们说 人生可以过错 有过错 但不可以错过 我们的佛缘 佛法难闻 我们不是没有好的机会 是我们没有好的观念 我们遗失了很多好的机会 不能在人间 我们跟着那些潮流的所见所闻 来改变我们的一生 你会不知不觉的断绝你的一生的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学博 不能在人间随波驻流 让自己的本性流失 让自己的毁灭毁灭 所以拥有慧命 拥有佛法的人 他就是一个智慧之人 就是一个能够以后拥有报复 能够上天的菩萨之人 人生中 记住 接交朋友非常重要 有的人一生就是没有交到好朋友 而害了自己 台长告诉你们在上海 有一个小青年是做生意的 他生意刚刚做了有点钱 但是跟他一起做生意合伙的伙伴 因为知道他赚钱了 而且跟他两个人因为生意上的过节 就有意害他 你们知道用什么方法吗 教他吸毒 最后吸的连家破人亡 告诉你们 人生要结交两种人 跟我记住了 一个叫良师 还有一个叫义友 好好地去找一些能够帮助你们的良师 好好地去寻找我们佛友当中 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学佛的义友吧 师父告诉你们 在人间还要学会两种本领 第一个本领是做事要让人感动 第二个本领说话要让别人喜欢 记住 学会吃得下两样东西 一定要吃得下 第一个叫吃苦 第二个要吃亏 不肯吃亏的人会永远吃亏 不肯吃苦的人会永远吃苦 在浙江省省 在浙江省秦县 有一个人 他对他的父母亲很孝顺 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的故事 他的家中很贫寒 他呢出外谋生 在灵海他设了一个教书的馆 然后呢教书给别人 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自己的父亲病重来看他 台长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梦见有家人或者朋友 来看你说明他的魂魄 已经时而离开他的肉身了 因为古时候通讯没有那么发达 所以他做到这个梦之后 他很快的就想回家去看看 在回家的途中 突然他遇到了一只老虎 由于他心中是孝顺 他只想着自己的父亲 他根本不怕老虎 并对老虎说 我父亲病重 愿老虎能够怜悯我吧 你不要挡路吧 求求你了 就是因为他这种诚心 奇怪啊 老虎好像听得懂他的话一样 哎 让开了 慢慢的掉转头走了 回到家 本来已经昏迷不醒的老父亲 突然知道儿子来了 看到儿子他醒过来了 老泪纵横的说 儿啊 是不是你遇上老虎了 我刚刚被拉到明府啊 听到明府的官员在说 我本已命中啊 但是因为儿子孝顺 蒙虎退避 明司他说 特给我连寿命一计 后来他父亲的病 果然痊愈 过了十二年之后才过世 台长告诉你们 我先想告诉你们 明府的遗迹是多少年 如果明府说给你延遗迹 就是十二年 笑感天地啊 学博人的基础就是要孝顺 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想学博 就要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 对得起别人啊 我们要孝顺啊 我们小时候都很孝顺 都是纯孝 现在为什么我们长大之后 我们自私不孝顺了 因为我们心不纯啊 我们有目的 我们觉得爸爸妈妈还有用 我们会孝顺 等爸爸妈妈退下来了 我们就不孝顺了 还有的因为爸爸妈妈爱姐姐 爱哥哥自己也不孝顺他 这些和于父母顶嘴吵闹 都是不好的 所以学博人扎实的基础之一 要存孝 孝感天地 希望学博人从今天开始 改变自己 好好地孝顺自己的父母亲 好好用慈悲心 来改变自己的贪心 和一种不良的习性 好好地修 你们一定会得到正念 一定会得到善报 我们说一双鞋子 新鞋子 刚刚买来的时候 只要沾上一点点灰 你会低下头来把它擦干净 但穿了太久之后 即使你被别人踩上一脚 你也很少会低头去擦拭它 也就是说 你如果长时间的不开智慧 你一定会愚痴 一个经常搞不清楚的人 他可能一辈子都搞不清楚 希望你们学博人 从今天开始就破迷开悟 把世界上真正的本性 搞清楚搞懂 那是个梦幻世界 一定要懂得 争修实修 我们才能脱离苦海啊 记住了 一个人 一个人 长时间的自私 一定会变得非常的贪婪 长时间的争吵和争斗 一定会让你变得非常的称恨 一个不做好事的人 一定是个自私自利的人 没有慈悲心的人 一定会变成一个坏人 学佛记住 学佛不是一个条件 而是一个信念 成功不是靠的方法 而是靠的你的想法 学佛人 必须有好的理念 记住了 智慧来自于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和你拥有智慧的观念啊 跟大家天天在一起 我们用智慧来开启众生的烦恼 用智慧来解除人间的困惑 希望大家每天发喜 每天欢快的度过我们的真正的人生 那就叫佛学人生 生命必须要活在希望当中 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我们人就有希望 我们闻到了佛法 天天活着 觉得有希望了 这样才是你的生命的所在 记住了 有多少母亲年事已高 一生无所求 她的希望 不就是孩子 有点出息吗 有前途吗 这就是她为儿为女的希望 台长希望 台长希望 学博人要学习母亲爱孩子的精神 只不过在母亲爱孩子的基础上 把它不断的提升和扩大 有小爱 转成大爱 为天下所有的儿女祈福 为天下所有的父母亲而活着 你一定会活在人间的希望大道上 有一个公司的老板 让两个人去评估一块地 老板很有兴趣 这块地想开发 结果有两个人去看 一个人是属于悲观型的 还有一个人是属于快乐型的 这个悲观型的人 他去了说 哎 老板呢 那个地方全是活不了的树啊 小河窄到人跨几步就可以过去 那儿的野草啊 长得一亿人多高了 另一个乐观型的人看了之后 跟他老板说 老板啊 那个地方的树啊 你如果当柴火 够你烧一辈子的啦 小河流啊 稍微拓宽一点 就是一个大游泳池啊 野草的面积这么大 说明这块土地 在这个当中是最富饶 一定最肥傲的 结果这个老板 采纳了第二个人的方案 开发成令人喜悦的休闲浓庄 悲观的人 在良好的机会当中 看到了不幸 而乐观的人 却在人间 每一件不幸的事件当中 他看到了希望 我们学博人 我们学佛人就是要在人生苦难当中看到希望 因为我们有菩萨 我们有佛法 所以我们心中要充满的希望 因为有希望的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那么台长 在法会上 有一位女听众打进电话 台长指出她 气量小 体质差 妇科不好 肠胃不好 胳膊酸痛 泌尿系统有问题 小便不好 大腿无力 眼睛干 听众一意承认 好像这个人没个地方好的嘛 台长还看出他家里的佛台 在进门的偏左 而且佛像很大 听众说 台长 你太厉害了 他的家佛像确实很大 有一米六这么大 请大家听一下录音 谢谢 师父弟子讲 请师父帮弟子看一下 我的图腾 我是八六年叔父的 师父 第一 气量太小 嗯 你的整个身体非常不好 体质很差 腹科很差 还有肠胃 嗯 还有 自己要注意 两个胳膊 有问题 嗯 胳膊老酸痛 抬不起来 哦对 胳膊肘也有点不舒服 对了 还有了 腰也不舒服 腰特别不好 师父 啊 还有告诉你呢 泌尿系统有问题 小便不好 哦 还有 自己要注意 两个大腿没有力 嗯 站不了多少时间 关节就痛 哦是 啊 是师父 眼睛干 眼睛干的不得了 是的 是的 您说的全对 师父 那个您帮我看一下 家里的佛台怎么样好吗 你佛台是不是放了走进去 是不是到当中的偏左啊 哎 对对对师父 是的 这个佛像还挺大的 哎 对师父 一米六的 应该上去很大 一米六还不大 师父你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我过去不知道太厉害什么意思 后来广东人说 卢台长 我说一句话 你太厉害了 我说我不厉害啊 我蛮好的嘛 其实厉害就是很 有力量很能干的意思 所以现在我就接受太厉害了 学博人每天要生出善 也就是说每一天要想我要怎么样帮助别人 要心里生出一种善良的东西 要让善每天增长 比方说我今天要对老公好一点 明天再想对他好一点 再想帮助别人 哎呀他很苦 再帮助他 就每天要让善来增长 要注意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将已经有的善业不停的增加 比方说我今天已经开始帮助很多人了 我要不停的帮助他继续帮助他 那么你的功德会越来越大 要将已经生出的恶 脑子里有一点点恨人家 马上断掉 哎呀这个邻居太讨厌了 我恨不得 哦不要不要算了算了 我恨不得 哎算了算了 要断掉 那有的人真的很讨厌啊 讨厌的不得了啊 真的 很麻烦啊 我恨不得 不行不行 观世音菩萨不会这样的 算了算了 所以 人的心念正属羊 记住了 我今天要帮助别人 哇 你的属羊 羊气就来了 如果你的心念不正 就属阴 弄他一下 我给他点颜色看看 好 心中就阴的东西在心中了 所以 这就是正能量和不能量的体现 所以为什么一个人有正能量呢 因为他大工无私 做事情干干净净 所以半夜敲门心不惊 如果整天在背后弄别人的人 他一到公司里上班 他首先看公司所有人的表情 哎哟 这个人对我不好 哎哟 这个人好像这么看我嘛 是不是我昨天讲他的坏话 被老板听见告诉他了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那样 他慌啊 因为他讲了太多属鹰的话 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讲别人话 就算你看我 咦 这个人今天怎么怪怪的 我又没什么 你就不慌 这叫属羊 听得懂吗 一个老公晚上晚回来了 如果你做了坏事了 老婆不当回事 根本没有注意 随便讲句话 你今天到哪去了 哎哟 发现了 如果你正好在外面加班 回到家 老婆说 你今天怎么样了 到哪里去了 开玩笑了 上班呀 你去问好了 所以这就是正能量 让你理直气壮 负能量 让你微微缩缩 根本讲不出话 师父要你们懂得正能量 能产生一种光 一个人心中无私 头上就会有光环 所以修得好的人 他头上的光就亮 一个人很受别人欢迎 就是他身上的光 吸引了别人 所以一个人修得好 大家都愿意跟他在一起 其实你们知道怎么回事啊 他身上有光的 你们记住啊 你从边上看 看不见的 你往这里看 吸引了你们这么多人了吧 对不对啊 所以台长经常讲 一个人想照亮别人 首先自己要有光环 就像一个人点火炬一样 这个地方如果漆黑一片 你点燃了一个火炬 就是你心中明亮 那叫自修 很快的你火炬就会熄灭 你这里又会黑暗 如果你把这个火炬 传给二传给三 点燃每一个人佛有的佛性 让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光 等到你火炬没火的时候 这个世界照样是通亮 所以为什么要救众生 就是救你自己啊 当你没有火的时候 你继续可以从别人身上 借光 这就叫借光啊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一个人啊 负能量 如果进入了你的意识当中 你就会不开心 嫉妒恨啊 就是叫阴气和灼气 你们知道吗 如果负能量进入心脏 马上就真讨厌 哎呀 怎么搞的 已经搞了这么长时间了 吵了这么多次了 怎么还搞不清楚 想不通啊 阴气聚集在心中 灼气是什么 不停的发泄 那就叫灼气 所以一个人经常发泄 还会影响到别人的气场 经常在别人面前说 我很讨厌他 你知道吗 他怎么怎么 别人听了会心烦 会被你的气场所感染 所以经常跟好的气场人在一起 你会越来越借光 和英气十足的人 天天看见你打起电话 我告诉你我爷爷走了 我奶奶又走了 哎呀 我的老公又走了 我儿子又被车撞了 这种人你马上把电话先挂掉 因为会影响到你的气场的 因为不好的气场 会干扰你的正常生活 记住快乐之人 拥有的是正能量 所以你们快乐不快乐 你们就是拥有菩萨的正能量 忧愁之人拥有的是不能量 长期的正能量让人走向光明 长期的不能量让人走路黑暗的生活 所以我们要拥有佛菩萨的正能量 让自己每天活在快乐之中 每天活在天堂之下 现在的小孩子都各个鬼灵精 台长告诉你们 真的 现在的小孩子不记得别人的好的坏的东西 什么都不管就管自己的 所以爸爸妈妈自私 孩子就会自私 台长说一个小的笑话给你们听听 现在的小孩子 当然了 母亲节是记住的 父亲节是忘记的 因为父亲节没戏唱 那么父亲呢 经常在父亲节这一天很失落 因为孩子不会记得的 但是呢在有一天的8月8号 有位父亲呢 正好在父亲节的时候 他坐在餐桌上和家人呢 一起用餐 他心里很失落 没人提这个事情 这个时候呢 儿子突然之间 踏踏踏踏跑到冰箱里了 在冰箱里翻了翻了 看了看了 拿出了一样东西 放在下面 说 爸爸你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吗 老爸心中暗暗窃喜啊 哎呀 儿子要给我礼物了 高兴的回答 儿子今天是8月8号啊 儿子有点失望的说 老爸 你看牛奶过期了 他怎么会想到父亲啊 所以啊 因为妈妈天天在孩子面前要骂父亲的啊 你这个老不死的父亲 他从来不管我们母子两个的啊 你记住他干嘛 所以现在的妈妈给孩子的教育非常糟糕啊 师父希望你们不要在孩子面前说对方的不好 总有一天他大了 他会说你们两个不好的 要言于利己啊 要懂得现在的人 要学博讲就是无我啊 自己心中不能总有自我 所以从小就要培养孩子 没有自己要想着爸爸妈妈 很多孩子忘记大人的事情 主要来自于父母亲对世间的不重视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 人间你如果不去尽责任 不尽义务 你心中恶缘就会产生 好的东西不去做 饿的东西就来找你 尽心尽责的去帮助别人 去度人去让他开悟 让他解脱 这就是修行 这就是功德 人要学会知道自己的毛病去改变他 这就是改变命运 毛病越多 命运越差 毛病越少 命运越好 修心修行 就是修掉你心中不好的弊病 就是修行 就是修掉你不好的行为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把不好的行为去除 把不好的心态修除 那我们每个人干干净净 心中只有别人 我们就是人间菩萨 很多人 有一位乘客 上了一辆出租汽车 上了车之后呢 并说自己想要到达的目的 跟司机说快一点 结果这个司机呢 说先生 如果你要想走最短的路 你还是想走最快的路 结果这个乘客说最短的路 难道不是最快的路吗 司机说不是 现在上班高峰 最短的路交通拥挤 有时还不如走路那么快 你有急事 不妨我们绕一下 多走一段路 反而会找到 人间也是这样 有时候最短的路 恰恰不是最快的路 在实现人生的理想的时候 根本没有什么 洁净可以出现 而所谓的洁净 只是你思维上 饱含的智慧缺陷的抵达 这个一个意思就是告诉大家 学博没有激净的 所以很多人以为念大悲咒 只要菩萨知道就可以了 一遍 一遍 没有洁净 好好地从我做起 念经 学博 好好做人 一步都不能差 放生 亲力亲为 好好的 一个字一个字的念经啊 好好地做人啊 从我做起 学博没有结晶 希望大家想安全地抵达到 我们菩萨的身边 就要老老实实 虚虚实实的东西 不要有 实实在在的学佛 认认真正的拜佛 真真心心的能够礼佛 这样你才能成佛 一位佛有二十八岁 只有二十八岁到医院去检查 他检查的叫神经 观能症 三十岁的时候再查 已经变成神经病了 好几个人压住他才能吃药 就说他神经病很厉害 神经病会因为有灵性在身上 他会产生一种很大的一种反弹力的 这个时候多次的进神经病医院 他花了很多的钱 他的媳妇也跟他离婚了 很惨啊 病也没好 结果他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 学心灵法门 所以台长也蛮可怜的 经常被人家当死马医的 试试看 台长有时候也蛮可怜的 人家说台长说 啊学心灵法门 我想捞了一根救命稻草 台长又变成草了 记住了 不管是草 不管是死马 只要把这个人救活 我们就要去做 只要各种善 我们就要去行 刚刚这个故事还没跟你们讲完呢 台长太激动了 其一步跟他离婚 病也没好 结果他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 学心灵法门 我又讲了一遍 他烧了小房子一千张 神经病好了 不胡言乱语 和正常人一样了 所以一个人 首先要先要相信 你才能改运 真信 才能真改 看不见自己的毛病 你这个人很快的 就会看到别人身上的毛病 不知道自己多讨厌的人 看到别人各个讨厌 所以 你们下面有没有啊 这两天至少没看见别人讨厌吧 有没有啊 没有啊 不许看见人家讨厌 明白了吗 看见人家讨厌 你一定很讨厌 看见人家不顺眼 你肯定被人家看不顺眼 你想想看 你说人家怎么会看得起你顺眼呢 一定要看别人各个都好 明白了吗 让别人一步 实际上就是让自己一步 人间一切都是虚无的 拥有后会失去 失去后又会拥有 随缘行 有也行 没有也行 不追不求 有的是自然 没有是因缘 不畏人间 一切动心 心才能 如如不动 这才叫 看破 放下 一个人不能自私 如果一个人自私 自然渺小 想一想 一个人很自私 别人看得起你嘛 看不起你 你就显得很渺小 所以为众生一定是伟大和快乐的 为什么要学大成佛法 就是要救度众生啊 想伟大就必须要救别人 如果你每天想着自己 你一定是不开心的 众生为众生 或修进行 所有善根 成就众生 所有善根 修行菩提 所有善根 即无上智 所有善根 一切合集 一切合集 交集抽量 吸集回向 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阿罗多罗 什么意思啊 是无上 阿罗就是无 多罗就是为上 三秒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啊 上面 在上面 很很上面的 上面的正的地方 三菩提呢 就是普遍的佛的思维和智慧和一种觉悟 所以呢 其实这一句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呢 讲的就是最高的觉悟和境界 用佛法界讲就叫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我一不能天天跟你们说佛法 我只能参在里面跟你们讲一讲 你们就觉得很开心 全部讲了 听不懂 全部讲白话佛法 很多人说 我学的蛮好的嘛 听得懂吗 其末考试生物学的一个教授 发试卷钱 对二十位学生说 同学们 我很高兴 这个学期教你们 我知道你们都很努力 而且马上就要进入医学院 我提议一个方法 任何一位同学如果今天愿意退出考试 将获得及格可以毕业 结果同学们非常的欣喜万分啊 哎呀 不要考试毕业了 好 很多同学走到教授的面前 签字 谢谢教授走了 还有谁 一个一个都走了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啊 同学们 又有一个签名走了 教授看着最后留下来的几个学生 对他们说 你们这几位同学 我告诉你们 我对你们的自信感到高兴 你们全部得到考试 是优秀的分数 你们也不要考试了 学博人也是如此啊 因为我们缺乏对学博的自信啊 所以我们总是怀疑自己学的对嘛 我今天可以吗 求菩萨灵不灵啊 就是没有愿力 就是没有自信力 我们不努力就会失去很多拥有智慧的机会啊 所以人要努力啊 如果不努力你会离佛越来越远的 所以学博人只有精进向前 才不会永不退转 才不永不轮回 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人必须要有戒律 以戒为本 戒律是学佛的基础 说我不守戒 很多人说我不守戒 我也学佛呀 我也磕头嘛 此人一定不实修 你们记住 你们记住有谁一边杀盗淫忘酒 一边说我修心修得很好 实际上守戒就是守规矩 现在讲叫尊纪守法 一样你不实修一定会不守戒 中华传统文化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如果你们这些弟子不好好的征修实修 很难到观世音菩萨母亲的怀抱 愿意好好修的 你们就一定要精进 因为我们时日不多 只有拼命的抓紧时间 好好修行 放下身上所有的恶缘 才能共盘四圣 有一位阔少爷 他开车超速 这种人呢 真的年轻人呢 被警察拦住 他很不情愿的停在路边 这个警察走过来 刚要说话 这个小青年先说了 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警察说 这个我可帮不了你忙 你最好去问问你妈妈 你妈妈一定知道 这些小青年轻人 所以一个不守戒 又不懂规矩的当今的年轻人 就是要学佛 就是要学自律 所以台长天天在大声疾呼 年轻人 要守规矩啊 我们一定要守戒 我们才能学好佛 我们一定要守戒 才能做好人 才能做好事 好人好事 就是我们上天学佛的基本点啊 师父跟大家讲 现在的人 师父跟大家讲 有一个佛友 有一个佛友 那么他打进电话来 小时候算命先生 说他十九岁有个结 自己没当回事 到了十九岁的时候啊 真的出事了 查出来慢性肾炎 严重皮肤病 一度很想不开了 后来遇上了心灵法门 通过念经放生许愿 他慢性的肾炎逐渐好了 皮肤病人家 别人啊 跟他一样的病啊 同样在医院里花了 近二十万人民币 都没有好转 他只花了两千多元 后来通过念经小房子 明显好转 他说如果没有心灵法门 自己都死一百次了 请大家听下这个录音 你好师父 首先给分享一下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很小的时候 算命先生就说 在我十九岁的时候 会遇到一个结纳 后来都没当回事情 然后去年十九岁的时候 就查出来 肾炎和严重的皮肤病 然后经常做梦 去杀别人 被别人追杀 很恐怖 然后去年两次 就在不同的地方 遇到了两次心灵法门 第二次拿到书之后 马上就开始念经了 后来就做梦梦的 要两千三百五十张小房子 这一年就一直在家里念经 现在已经念了一千六百多 耐心肾炎都慢慢好了 皮肤病是绝对不会好的病 同修的弟弟不念经 光念这个皮肤病 就花了近二十万的人民币 一点都没有好转 而我只花了大概 两千块钱的人民币 后来就没有治疗了 真心心灵法门念小房子 已经好很多了 虽然也这样很重 还有很多方便没有完全好 但是弟子一定会努力下去 跟着师父好好修 做好关心 菩萨妈妈的牵手牵眼 你的气场啊 我告诉你 你这个人一定会自杀的 你听得懂吗 对的 如果没有心灵法门 我都死一百次了 因为以前是一个很耗强的小姑娘 但是就是这种生病以后 就是不跟大家在一起说话什么的 然后就遇到心灵法门 就觉得有这么好的师父 有这么好的师兄 是真的很感恩 对了 要珍惜啊 听得懂吗 傻姑娘 明白明白 以后我一定会改毛病 一定会好好修 对了 看看 现在的年轻人 如果能够把他们各个救成这样 师父也心安了 现在学心灵法门多少年轻人哪 有希望啦 有希望啦 人的一生不是算来的 也不是求来的 记住 人的一生是修来的 人的一生是积善积德而来啊 人生每一步走来 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每次在人间得到了想要的 你一定会失去自己不想失去的东西啊 所以一个人失去很痛苦 得到就要当心啦 不去得到太多的东西 就不会去承受失去的痛苦 人总是担心自己的未来 但是总是不珍惜现在的幸福 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一边在伤害自己 一边又怕自己被人伤害 所以人要反思 要忏悔 要常念礼佛大忏悔文 师父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 有一个迈克他走进一家餐厅 他点了一份汤 服务员呢马上给端上来 服务员一走 迈克就说 对不起 这个汤我没办法喝 服务员又换了一排端上来 这个迈克又说 先生这个我不能喝呀 服务员就把经理叫来了 经理毕恭毕敬的 向迈克说 先生 这菜是本店最拿手 最受欢迎 最好的呀 迈克说 经理呀 调根在哪里呀 怎么不笑啊 用手喝啊 记住 我们做人要懂得有错就改 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呀 我们不知道错在哪里 还不愿意听别人讲啊 所以最好是常常 有时候改掉了正确的留下了错误 只会让自己错上加错呀 师父讲的话经典啊 好好学啦 师父告诉你们 这个世界上只有想不通的人 没有走不通的路 顺境逆境是消业障 真不会的助缘 竞争心没有办法制造出任何美的东西 所以不要跟别人去竞争 你傲慢心无法产生出高贵的东西 这是台长经常教育你们的话 学博人要用善良的良心 能化解出无量的佛光和慈悲 去化解人间一切的烦恼和忧愁 太多的担心 有时候会阻碍你学佛的障碍 学佛人首先要学会放弃人间的利益 人间的名利得的越多 记住了你上天的机会越少 你放弃人间的利益越多 你上天的机会越大 好好地学会放下 好好地懂得悟道之人 逢苦不忧 一切境界得失重圆 人间一切有情的烦恼均来自无明啊 就是说人所有的一切的烦恼 在人间的难过呀 伤心啊感情问题啊钱财啊 全部都是因为你不明白道理啊 所以你才会犯错呀 唯有用佛法的智慧来自我检验 断除贪念 了之无明 你才得解脱 所以师父最后告诉你们 人在吃苦的时候 就是在转业 转新业 把业障慢慢地转换 我们要把人生活当中的一切苦难 化为一切快乐 以苦为乐 就如如苦修心 如记住苦是快乐的因 提升境界 快乐是苦的果 有时候我们就是要吃点苦 我们才能变得更快乐 因为我们知道吃苦了 我们才会珍惜快乐 那么师父最后告诉大家 学佛人要学会 什么 年轻的时候 我们要 因为我们快乐很简单 年老的时候要懂得 要简单 要快乐 真正的学会自在 在吃苦受暴中 懂得自心 还有自在的潜能力 才能在人间获得真正的自由 所以学博之后 让我们懂得了 在人间 珍惜生命 珍惜因缘 爱惜自己的慧命 我们才能真正的脱离苦难 赶快 赶快觉醒吧 时不待人 希望大家 从今天开始 从自我做起 放下一切 赶快 我们投奔西方极乐世界 到达彼岸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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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